好 下我们继续看一下 标对我会分面式的风险 看一下第九条 第九条呢 这是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大家需要高度重视 那么讲到这个问题 大家首先需要盯住 前提是双方在签买卖合同的时候 对交付地点他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时候 该怎么去处理 如果没有约定 双方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 根据合同有关条款 或者交易习惯来确定 如果还不能确定 标对物呢需要运输的 在这种情况下 出卖人应当将标对物 交个低成运人 与运交给买方 但只要出卖人将标对物 交个低成运以后 灰色面式的风险 就由买方来承担 这个咱们去理解 例如说北京的一公司 跟这个上海的B公司 双方签定一百万的买卖合同 上海的B公司是买方 但需要区分两种情况 第一 他如果双方签买卖合同的时候 对交付弟弟 他约定了交付弟弟 他明确约定 说A的话呢 负责将货送到上海的B手中 约定了交付弟弟 约定A送货上门 在这种情况下 既然约定地点了 那么交付之前的风险 要出卖人承担 交付以后的风险 要买方承担 这是约定弟弟 怎么处理 在第二层次 他如果双方签合同的时候 对交付弟弟 双方没有约定 没约定的情况下呢 双方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 根据合同有关条款 或者交易习惯来确定 如果还不能确定 标的物还需要运输 一个在北京 一个在上海 在这种情况下 站在A的角度 需要做到仁至义尽 他应当呢 将标的物交给第一承运人 以运交给买方 例如A的话呢 说4月1号 将标的物 他交给第一承运人了 交给C之后 注意A的任务就完成了 他的确跟他一点关系没有了 然后这个货呢 说4月2号 在运输途中 发生毁损灭失 出现不可抗力 那么这个风险 谁承担呢 是由买方来承担这个风险 这是呢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该怎么去处理 再看一下第十条 是出卖人 依照约定代办托约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是北京的一公司 跟这个上海的B公司 他签订一百万的买卖合同 上海的B公司是买方 但是双方签合同的时候 他事先约定 由A的话负责代办托运 说你帮我 把货呢 需要交给成员人 然后呢 由C的话 他运到 运到买方指定的地点 说你给我运到上海 站在出卖的角度 是依照合同约定代办托运 例如 他4月1号 按照合同约定 将货交给成员人C 然后呢 这个货 说4月2号 在运输途中 因为不可抗力 发生回损灭失 那么这个风险 谁承担呢 你足摸一下 只要4月1号 A将货 依照约定 交给成员人之后 A的任务就完成了 是为完成交付了 所以这个回损灭失的风险 是由买方来承担 除非当审 实现另有约定 这是回损灭失的风险问题 大家需要搞清楚 让咱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这是朱卉13年 考了一个多顺体 他说根据规定 下这个情况中 买售人 应当承担 标注回损灭失风险的什么 什么情况 买方承担风险 看选A 说买卖双方 未约定交付地点 出卖人 将标注交给成员人运输 或在运输途中 意外灭失 这是没有约定 交付地点 标注还需要运输 只要出卖人 将标注交给D成员以后 是为完成交付 跟出卖人没关系 所以这个回损灭失的风险 是由买方来承担 把A给选上 但选B 他说双方约定 在出卖人营业地交货 买售人为了约定时间 前往提货 谁的毛病呢 是买方的毛病 后来货物呢 在地震中灭失 那这时候 买方搞事情 归宿灭失的风险 是由买方来承担 但选C 他说出卖人 一约为买售人代办托运 货交D成员以后 意外灭失 是按照约定 代办托运 所以只要将货交给D成员以后 就是为完成交付 后边的事 都是由买方承担 有买方承担风险 除非当审之间 实行另有约定 再看选D 是买售人下落不明 出卖人将标注提存 是买方下落不明 出卖人依法提存 提存之后呢 毁损灭失的风险 然后资息和提存费用 都是由买方来承担 所以这个题的话 这四种情形 都是买方承担风险 选ABCD就可以 好笑的看第三 是标读检验 检验的问题 这肯定是考试的重点 代表区分两种情况 第一 如果约定了检验期间 怎么处理 比如A跟B之间 他签订买卖合同 双方约定 说A的话呢 是4月1号 A向B交付这个设备 然后检验期间 是30天 接着到4月30号 约定了检验期间 说买方如果发现问题 应该及时通知 通知A A的话该换货换货 该退钱退钱 现在问题是呢 他如果买方 这个4月10号 发现问题了 但是待遇通知 消极代工的待遇通知 没坑失 然后到5月1号 A找B要钱的时候 B说 说合同约定 你先发货 我后付款 你发的货有问题 我行是先旅行 扛门权 拒绝支付货款 行不行 不行 因为什么呢 如果约定检验期间 买方待遇通知的 市委标注符合约定 既然市委符合约定 你就不能行使 先旅行看门权 所以必须改付款付款 就可以 再次第二种情况 如果当时 他没有约定 检验期间 这个买方 应当在 合理期限内通知 什么叫合理期限 这个没有标准 但是有一个标准 则标注 如果收到直起 两年内 为通知 出卖人的 就是为标注符合约定 两年的时间 必须记住 但如果双方 对标注 有质保期的 有质量保证期的 例如质保期是5年 就适用质量保证期 不是用两年的规定 如果没有质保期 那就是两年的时间 这个数字 是必须记住 但是考试中 考大题 一般考的是 约定减期间 这么处理 如果考小题目 考的是两年的时间 必须考清楚 然后第四点 是特别解除规则 先看第一个 因标注主 不符合约定 而解除合同的 解除合同的效率 是给予存物的 如果设备有问题 解除的效率 给予那个维修工具 给予存物 然后第二层次 如果标注 它的存物 不符合约定 被解除的 只是维修工具 有毛病 就维修工具 可以解除合同 但解除的效率 是不给予这个主 不给予这个设备 这是主物存物的问题 但第二点 标注为数物的时候 如果一下 买了十台设备 其中一台设备 不符合约定的时候 买方 可以就 有毛病的这台设备 来解除合同 但什么情况下 可以用整个十台设备 来解除合同呢 如果一台设备有问题 这十台设备 是串联使用 这个设备有毛病 导致别的设备 它的价值 明显受到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 别的设备也不能用了 这个当时 就可以就这十台设备 来解除合同 再看一下第三条 这是重点 不用侨害版了 分期付款的买方 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 达到全部价款 20%的时候 这个出卖人 他可以要求买方 一并支付到期 与未到期的全部价款 或者是解除合同 如果是解除合同的 双方应当互相返还财产 出卖人 可以向买方要求支付 该标注的使用费 关键算20%的时候 该怎么去处理 例如说A跟B之间 他签订 这个100万的买卖合同 双方约定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呢 说你先支付 这个40万 我就把货给你 你先把货提走 然后剩下60万呢 说每月10万 连着支付 这个六期 因为这个分期分期 你至少得三期以上才可以 但是这个三次以上 这个标准交代上没有 说分六期支付 说每月1号 给我支付10万 现在问题是呢 说有一个10万 这个到期了 没有支付 然后第二个10万 到期了 还没有支付 在这种情况下 算这个20%的时候 他的分子就未支付 到期价款的金额 到20万 达到全部价款 这个分母是全部价款 100万 只要大于等于20%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出卖人 他可以要求买方 支付到期 与未到期的全部价款 你不管是这个到期的 这20万 还是没有到期的 那个40万 可要求的支付 到期未到期的全部价款 或者是解除合同 所以这20%的问题 咱们住坏以前 考过案例分析体 今年还是考试的重点 这是关于一般的买卖合同 好 消息看第二个考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 这处是三个型号 或者两个型号 这个司法解释 这个司法解释 是20年教材 新增的 所以20年前后 考过几次题目 最近两年出的题不太多 但是有几个问题 大家必须搞清楚 先看第一个 是销售广告 他的性质认定 这个稍微停下 大家注意呢 正常情况下 这个商片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 它性质属于要约邀请 但是什么情况下 它视为要约呢 它如果出卖人 就商片房开发规划房内的房屋 及相关设施所做的说明和允诺 具体确定 具体确定 说这个装修标准 这厨房用什么牌子的抽烟机 然后地板砖用什么牌子的 它的说明跟允诺具体确定 并对合同的定力 以及对价格的确定 有重大影响 既然你吹得神乎其神 吹得特别清楚 这就视为要约 该说明和允诺 即使未载入正式的合同文本 照样它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 开发商违反这些约定的时候 照样是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听过一遍就可以 再第二点 是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效率 首先商品房预售 预售的话 属于法律规定的特许经营范围 因此必须要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如果开发商未取得预售许可证 如果没有拿到这个许可证 就给买方签订预售合同的 合同是无效的 但是呢在起诉之前 如果取得预售许可的 合同就是有效的 再看第二点 将这个预售合同 A这个开发商跟B这个买房人 他如果是4月1号 双方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 然后4月10号 他办理了这个登记备案手续 在这种情况下 他让你判断的是 这个预售合同 何时生效呢 1号还是10号 因为这个登记备案 的确需要走这个程序 但是登记备案呢 并非合同的生效条件 就算没有登记备案 这个合同都是4月1号 成立并生效 除非当时约定 他说他们俩约定 说咱们这个破合同 就从登记备案之起 才生效 有约定看约定 如果没有特别约定 照样从4月1号 成立并生效 听过一遍就可以 然后第三 是法定解除条件 什么情况下 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这个点也是稍微听一下 先看一下 这个前两条 他要共同指向 房屋有毛病 这是买房人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第一条 因为房屋主体结构 质量不合格 不能交付使用 或者房屋交付使用之后 房屋主体结构质量 经核验 确实不合格 主体结构有毛病 随时能导 合同目的不可能实现 然后第二点 因为房屋质量问题 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居住 外边下小雨 里边下大雨 那肯定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所以前两条 不用背 然后第三条 是房屋套内建筑面积 或者建筑面积的 与合同约定的面积 误差比 绝对是超百三 当时合同约定的是 100平米 但是呢 你交付的 这个建筑面积 140平米 超百三了 这种情况下 可以解除合同 它不是白送你 需要收钱 只要超百三 你可以解除合同 但如果不解除 该怎么算钱的事 咱们住块教材就没讲 再看一下第四条 是出卖人 吃烟交付房屋 或者买售人 吃烟支付购房款 经催告之后 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 仍未履行 这块有个三个月的时间 前面讲那个总则的时候 什么情况法定解除 说当时一方 吃烟旅行 主要债务 经催告后 在合理期限内 仍未履行 什么叫合理期限 总则没说 但是这个买卖合同 商品房买卖合同 这司法解释 有一个经催告之后 在三个月还不支付 就可以解除合同 再看一下第五条 约定或者法定的 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 接满之后超过一年 因为开发商的原因 导致买售人 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如果到了约定的时间 都超过一年 还不能办理 这个产权登记 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解除合同 这几个数字 一年三个月 百分之三 这几个数字的话 大家需要搞清楚 再看一下第四条 什么情况下 适用一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那么讲到这问题 大家首先需要搞清楚 大圈还是小圈 大圈的话呢 说什么情况下 可以解除合同 这是大圈 除了这五条之外 还包括 剩下这五条 都是可以解除合同 解除合同 五加五 这十条都可以解除合同 这个小圈呢 是什么情况下 可以要求开发商 支付这个一倍的 惩罚性赔偿金 仅限于 五种法定情形 我们看一下 他说在下的情况中 买售人 他可以在解除合同 并赔偿损失的前提下 首先解除合同 赔偿损失 还可以要求开发商 承担不超过 已付款款 一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五种情形 这五种情形 其中有一条 咱们前面讲第三章 讲一房二卖的时候 曾经讲过 现在第一条 Drawful 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 定理之后 出卖人 未告着买售人 又将该房屋 抵押给第三人 然后第二条 是商品房买卖合同 定理之后 出卖人 又将该房屋 出卖给第三人 等到这个 一房二卖的问题 我们讲过一个 一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这个怎么去理解 我们看一下 说假这个开发商 将房屋 先作价四百万 卖给A 双方是四月一号 签订的 这个商品房 卖卖合同 然后四月十号 A的话呢 他以支付的房款 支付了一百万 然后呢 将房屋 说四月二十号 将房屋交付给A 但是没有办理 这个过户登记手续 在这种情况下呢 需要盯住几个判断 第一个呢 他没有办理 过户登记手续 A的话 没有取得 房屋的所有权 但是假意之间 合同有效吗 合同是合同 物权是物权 没有办理登记的 这个合同原则上 还是在成立之期 并生效 合同生效了 然后看一下交付 对应的法律效率 是什么呢 不管动产还是不动产 回所蔑视的风险 先看约定 如果没约定的情况下 都是交付之期 转移风险 说四月二十号交付 然后四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说当地呢 突发洪水 这个房子被洪水冲了 部分受损 说损失了 说八十万 那这个回所蔑视的风险 谁承担呢 交付以后的风险 由买方 承担风险 然后再看一下 一百万这个数字有用吗 以付房款一百万 谈到这个一倍的惩罚性 赔偿金的时候 跟他有关系 然后开发商 将这个房子 又作价七百万 卖给B 双方七月一号 是签订了合同 然后七月四号 办理了这个 产权转移登记手续 这个B的话 是基于登记 自登记之期 他取得房屋的搜权 现在问题是呢 这个B取得搜权了 A不能取得搜权 A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步解除合同 第二个 赔偿损失 赔偿损失 十万 赔偿损失 还可以要求开发商 承担 不超过以付房款 一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这个惩罚性赔偿金 是不超过以付房款 你以付房款一百万 是不超过以付房款 一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所以这点搞清楚 这是前两条 他又抵押给第三人 或者出卖给第三人 然后看一下三四五 这几条他共同指向四个字 故意隐瞒 先看第三条 他故意隐瞒 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 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第四条 故意隐瞒 所受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 然后第五条 故意隐瞒 所受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 或者这个破房子 是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 又如果这个房子是拆迁补偿安置房屋 被拆迁人享有优先权 因为这个房子 你再卖给我 我是拿不到产权的 所以这种情况 故意隐瞒这个事实 因此买房人 就可以解除合同 然后赔偿损失 第三步 让他支付呢 这个一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所以这五种情况 只有这法定的五种情况 才可以要求开发商 支付这个一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所以是五加五 总共有十条 这是大圈 可以解除合同 这十种情况都可以解除 但是只有这五种情况 才可以要求开发商 支付这个一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所以进行考这个多选题的时候 大家想清楚就可以 再看第五条 是商品房买卖合同 与贷款合同的效率关系 讲的这个问题 无非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说A跟B之间 他签订的是商品房买卖合同 总共的是四百万 A的话呢 没有那么多钱 他先首付 首付一百万 然后剩下三百万 A跟C之间 A找C银行 去贷款 贷三百万 所以一个是买卖合同 一个是贷款合同 现在问题是呢 说A的资质出问题了 他的个人信用有问题 导致呢 这个贷款合同不能定立 因为这个钱贷不出来 导致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 也不能履行 在这种情况下 当身可以要求解除这个合同 解除这个买卖合同 并分析 这个贷款合同不能成立 谁的毛病呢 是A的毛病 因为A信用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开发商指的是B的话呢 他可以要求A 这个赔偿损失 这是可以 这是第一种情况 是贷款合同不能成立 再按第二种情况 如果是商品房买卖合同 无效 被撤销 或者被解除 则贷款合同 也应当相应解除 然后出卖人应当 将收受的购房贷款 和这个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 分别返还给担保权人和买售人就可以 这是呢 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 这个司法解释 大家重点盯住的 就是那一倍的惩罚性赔偿金的问题 别的考得 基础办听过一遍 考验不用摇头去背 好笑话看第三个考得 租赁合同 这块是三个型号 或者是八个型号 这是筑快考生必须掌握的 对于这个租赁合同 咱们筑快呢 经常考案例分析题 特别是16年 有一个十几分的题目 他基本上全考的是租赁合同 对租赁合同肯定是重点 首先看第一个 租赁合同的期限 不能超过20年 如果超过20年的 只是超过部分无效 类似的问题 前面讲定金 不能超过20% 否则超过20%的部分无效 跟这个说法是一致的 什么意思呢 A的话 跟B之间 签订租赁合同 租赁 一下是30年 整个租赁合同无效吗 20年之内的部分 照样是有效的 只是超过的部分 是无效 这点搞清楚 再看第二点 什么情况属于不定期租赁 三种情况 第一 说租赁大于等于六个月的 是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如果未采用书面形式的 租赁合同无效吗 不是 租赁合同有效 但租期 它是为不定期租赁 如果是不定期租赁 意味着什么 前面说过 不管是出租人 还是承租人 都可以随时解除 这合同 随时解除合同 当然 如果出租人 随时解除 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 要通知承租人 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你不能说给你三秒钟 随时解除 这个不行 的确你随时解除可以 但是给对方 有准备的时间 再看第二种情况 指的是双方 在签租赁合同的时候 对租期 说到底是三年还是八年 对租期本身就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 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 根据合同有关条款 或者交易习惯来确定 如果还不能确定 就受不定期租赁 第三种情况 是有租期 说好的租期是五年 或者八年 说租期借满之后 成都人 他继续使用租赁物 出租人 没有提出一页的 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 但租期呢 就不是五年了 租期就视为不定期 既然是不定期 意味着什么呢 不管是出租人 还是成都人 都可以随时解除这个合同 所以这个规定 大家需要搞清楚 再看第二处随时解除 他说租赁物 如果未及承担的安全 或者健康 即使成都人 在定立合同时 明知道该情形 就在那明知 这个成都人的话 照样可以随时解除 这个合同 谁可以随时解除 就要搞清楚 只有特定情况下 可以随时解除 并不是说 所有的租赁合同 都有随时解除的问题 如果是不定期阻赁 双方才可以随时解除 所以这个规定 大家需要搞清楚 然后再看第三 是租金的支付期限 核实支付租金 有约定的 按照约定的期限 支付租金就可以 关键对租金的支付期限 如果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当事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 根据合同有关条款 或者交易习惯来确定 如果还不能确定的 是用下列规则 盯住分解线一年 如果是不满一年 就是九个月和六个月 到期一并支付就可以 但如果租期是一年以上的 怎么处理 例如A的话 将房子出租给B 这个租期呢 是从2014年的 这个4月1号开始算 说租期的话是30个月 两年半 对于合适支付租金 如果双方没有约定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 首先是满一年时支付一次 第一次是2015年4月1号 然后第二次呢 是再满一年 2016年4月1号 再支付第二次 然后第三次 因为剩下还有六个月 这个不够一年 到期一并支付 到2016年10月1号 到期一并支付就可以 需要支付三次租金 这是支付期限的问题 再看一下第四条 是维修义务 说A的话呢 将房子出租给B 谁承担维修义务 先看双方有没有约定 如果没约定的情况下 是由出租人承担维修义务 跟你的基本常识是一致的 你租别人的房子 房子落了 你着急吗 不着急 是出租人承担维修义务 关键是呢 需要维修 给出租人打电话的时候 找不到出租人 那这时候成都人 他可以自行维修 维修费用 所以承担 这个费用的话 是由出租人来负担 比如花了四千块钱的 这个维修费用 由出租人承担 而且呢 因为修这个房子 十天不能住 它漏雨 我在附近找了一个招待所 住了十天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维修租赁物 影响成都人使用的 给它先应的 相应的减少租金 或者是延长租期 就可以 就这句话本身 考了两次 这个案例分析体 然后第五是增设他物 指的是A 将房子呢 这个出对B 然后B的话 在这个小平房上面 又增设了一个 又盖了一个小二楼 增设他物 或者呢 又这个 这个修了一个壁炉 就算增设他物 必须经过出租方 经过同意呢 他的确对租赁物 可以进行改善 或者增设他物 关键是 如果没有经过同意的时候 出租人 他可以要求成都人 恢复原状 或者赔偿损失 你给我拆了 或者赔偿损失 这是增设他物的问题 在第六条 是租赁物受损 他讲的是成都人 下折腾 为按照约定的方法 或者租赁物的性质 来使用租赁物 支持租赁物受到损失的 出租人 他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并要求赔偿损失 然后第六条 是这个风险承担的问题 风险承担 首先一个基本的问题 你租别人的房子 如果发生地震的时候 房子倒了 你会哭吗 你瞎哭什么呀 回村蔑市的风险 是由出租房承担 因为这个房子 如果是 因为不可抗力 发生毁损或者灭失 如果房子勉强能住 你可以请求减少租金 或者不支付租金 但如果租赁物 他全部毁损灭失 这是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根本不能住了 都变成一堆砖头了 这时候成都人 可以解除合同 所以这个毁损灭失的风险 是由这个出租房来承担 所以这是基本常识 然后再看一下第八 是转租的问题 转租他们前面讲过吗 讲合同相对性原理的时候 他就讲过转租 再讲第二遍 你可能就差不多了 说A的话呢 将房子出租给B 每月租金 一千块钱 B的话是成都人 说成都人 经过出租房统一 他可以呢 将房子再转租给C 每月租金是一千二 经过统一可以转租 如果没有经过A统一 A可以解除合同 解除谁跟谁的合同呢 A解除B C之间的合同吗 不是 A解除的是A B之间的合同 现在问题是 说这个转租如果经过 也统一了 两个判断 第一个呢 A B之间原租领合同 是继续有效 继续有效 所以谈到支付租金的时候 是C向B支付租金 每月一千二 然后B向A支付租金 每月一千块钱 B对二房东 每月还可以赚二百块钱 这是可以 现在问题是呢 他如果C 把房顶捅漏了 谁向A承担 赔偿责任 因为A B之间 原租的合同具有效 所以这时候呢 是B的话 是由承租人 向出租人承担 赔偿责任 相对性 他如果A的话 找C 让C承担 违约责任 行不行 不行 因为什么呢 A跟C之间 并不是合同当事人 他没有合同关系 所以只有合同当事人 之间需要承担 违约责任 A无权让C承担 违约责任 这点需要搞清楚 对于这个转租的问题 除了这个考案例分析题 咱们筑块考试 还考过一个单选题 我们看一下 说以德化成都贾的房屋 约定租赁期间 为2015年1月1号 到16年12月31号 然后经贾同意 以德化将该房屋 要转租给丙 租赁期间 从2015年6月1号 到2016年5月31号 这根据规定 下来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他选A 说甲义有权 直接向丙收取租金 对吗 甲跟丙之间 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 这个找丙不行 然后选B 说甲义之间的租赁合同 在转租期内失效 对吗 就算转租 它是继续有效 不能说失效 然后选C 说甲义有权解除 以丙之间的转租合同 你是谁啊 人家以丙是当事人 说就算 义在转租的时候 就算没有结果你统一 你解除的是甲义之间的合同 所以C的话不能选 再看选D 他如果丙对房屋造成损害 甲义有权向义 主张赔偿 因为甲义之间 远租赁合同继续有效 所以这个题D的说法正确 选D就可以 这是转租的问题 再问第九条 买卖不破租赁 那么讲的这个问题 是考试的重点 如果是新出租 事后发生所有权变动 不仅限于买卖 只要发生所有权变动 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率 即买卖不破租赁 就这个点 咱们注快三次考案例分析题 所以这个条件必须清楚 什么意思呢 例如A的话 将一个设备 他出租给B 特意告诉你这是一个设备 这个租期的话呢 是从4月1号到7月1号 这是新出租 然后到5月10号的时候 A的话呢 将这个设备 准备卖个C 这是新出租 10号买卖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需要盯住两个问题 第一问题呢 站在B的角度 他是否享有同等条件下 优先购买权 成都人 优先购买权的问题 前面说过7遍了 对于这个房屋阻力 成都人 才享有优先购买权 如果是其他 其他的租赁物 并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这会告诉你是设备 所以成都方 并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这第一个判断 然后第二个判断 既然买卖不破租赁 所以原租赁合同 在有效期限内 对这个受让人 对C 是具有效 关键是C 从何时取得这个设备的所有权 咱们前面讲过指示交付 所以A跟C直接 它是5月10号达成的一个协议 什么协议呢 它转让请求权 转让什么请求权呢 本来是A A的话有权 请求B 在7月1号的时候 给我返还这个设备 然后A呢 将这个返还原物请求权 它转让给C A跟C直接是5月10号 这个协议生效 所以这个C呢 是从该协议生效之起 是取得这个设备的所有权 从5月10号取得所有权 从5月10号开始 这个C呢 它就变成新的出租人 咱们讲 这个什么情况突破合同 相对性原理 要站在B的角度 B的话是拿着跟A之间的租赁合同 来对抗这个C 这是突破了相对性原理 所以这是关于买卖不破租赁 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需要分清什么呢 需要分清的是 如果只是告诉你新出租 事后发生 所有权变动 那肯定是买卖不破租赁 但是跟哪个角一块的时候 特殊呢 跟这个抵押角一块的时候 需要区分 到底是新出租 还是新抵押 它如果是新出租 然后事后再抵押 或者实现抵押权 将这东西拍卖变卖 由于租赁合同在新 在这种情况下 租赁合同 对抵押的受让人 是继续有效 那这种情况 照样可以主张 买卖破租赁 但如果是呢 这个房屋 先抵押 事后再出租 为了实现抵押权 拍卖变卖 由于这个抵押权在新 因此呢 这种情况下 是不能主张 买卖不破租赁 抵押跟出租 哪个在新 哪个优先就可以 前面咱们说过 好像我再举个例子 看一下 说假公司 将设备 租赁 以公司使用 租赁期间 假公司将该设备 又卖给丙公司 根据规定 下来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还选A 说假公司 在租赁期间 不能出卖租赁设备 没有这个说法 你不管是设备 还是房屋 我先出租 然后租期没买 中间卖掉 这是可以 然后选B 说买卖合同有效 远租赁合同 在有效期内 继续有效 远走B这个说法 正确 这是单选题 所以选B就可以 好 先看第四个考得 房屋租赁合同 房屋租赁的问题 首先搞清楚 这个考得 是三个型号 或者十八个型号 大家必须搞清的 房屋租赁 首先需要搞清 第一个问题 登记备案的问题 登记备案 什么意思呢 说A的话 将他的房屋 这个出租给B 双方四月一号 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他签订合同 但是并没有办理 这个登记备案手续 他没有备案 到住了三个月之后 B的话 想耍小聪明 他提出 说我们这个合同 没有按照规定 办理登记备案 以此为有 主张 该合同无效的 人民法院支持 不予支持 因为这个登记备案 并非合同的生效条件 所以这个规定 咱们住坏以前考过 案例分析题 今年的话 这个条文 还是需要规备的 这是登记备案的问题 再第二点 是成都人的 优先购买权 讲优先权的问题 首先第一条 谁有优先购买权 只有这个 房屋阻力 这个成都人 才想要同等条件 优先购买权 对于这个 其他标注的阻力 并不适用 优先购买权 就这句话 咱们住坏两次 考的 案例分析题 所以这个大家 必须搞清楚 我想咱们说了 七八遍了 都不用背了 然后再看一下 他如果没有通知的时候 该怎么去处理 这个点 前面讲第三章的时候 讲过一次 我们再说一下 比如A的话 将房屋 是先出租给B 这个B的话 是成都人 他说假设租期 是四月一号 到七月一号 这是先出租 然后呢 说五月十号的时候 A的话呢 准备将这个房屋 再卖给C 第一个判断 站在B的角度 想有优先购买权吗 房屋租赁 B想要同等条件 优先购买权 因此 A将房子 卖给C的时候 他需要提前通知 成都人 要成都人有优先购买权 需要提前通知成都人 不需要经过B统一 但需要通知成都人 关键A搞事情 他没有通知B 就将房子卖给C了 而且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 然后B事后知道 肯定会非常生气 B的话提出两个主张 说第一个主张 主张呢 AC直接 说你们这个 破买卖合同是无效的 这个法院支持 说就算没有通知 AC直接 这个房屋买卖合同 照样是有效的 这是第一个主张 第二个主张 他让呢 让A赔偿B的损失 说你没有通知我 侵害了我的 优先购买权 可造成损失 让A的话 赔偿B的损失 这个法院是支持的 所以这点也需要搞清楚 这是关于没有通知的时候 该怎么去处理 对吧 就这个点 咱们注冠也是两次考的 二联分析体 然后看一下第四条 他如果出租人 委托拍卖人 拍卖租赁房屋的 如果是拍卖 应当呢 在拍卖的五天前 要通知成都人 提前五天通知 然后成都人 如果未参加拍卖的 人民法院 应当认定成都人 放弃了优先购买权 这个五天的时间 这个大家必须记住 再问第三条 成都人什么情况下 是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如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包括四种情况 这四条 大家必须记住 第一条 是房屋共有人 他行使有限购买权的 现在就共有人行使 你这个成都人靠边 然后第二种情况 是出租人将房屋 出卖给他的近亲属 成都人靠边 不享有有限购买权 然后第三 是出租人履行通知诱之后 我通知你了 然后成都人在15天内 为明确表示购买的 通知你15天 没坑失 就手一放弃了 所以这块是15天 前面讲拍卖呢 是提前5天通知 然后第四条 是第三人 他善意购买租赁房屋 并且办理了 这个过户登记手续 对方事都走完了 程序都走完了 都过户了 成都人就不享有 优先购买权 这四种情况 好说 关键的问题 需要盯住什么呢 什么叫近亲属 注意在这本教材里边 N处讲亲属的问题 亲属的范围 这只是第一处讲亲属 所以希望大家 无论如何 这需要重视 有这个问题 不管考小题目 还是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搞清楚 什么叫近亲属 包括几块 第一块呢 是配偶父母和子女 这是直系亲属 肯定属于近亲属 和直系亲属 然后第二块呢 是兄弟姐妹 然后第三块 是祖父母 外祖父母 孙子女 外孙子女 这些的话呢 都属于近亲属的范围 但是呢 如果是兄弟姐妹的配偶 或者配偶的兄弟姐妹 你姐夫小舅子 这属于近亲属 这个不属于 但是兄弟姐妹属 爷爷奶奶 孙子 这个属于近亲属 所以他这个范围 大家必须搞清楚 好笑 咱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说贾 成都以的住房 住期未满 以有意将该住房出售 根据规定 说下来表述中 正确的 有什么 看选A 所以应当在出售之前的 合理期限内通知贾 然后贾在同等条件下 享有优先购买权 通知 然后成都人享有 同等条件下 优先购买权 这个说法正确 一个是房屋阻力 他享有优先购买权 再看选B 他如果以对贾 隐瞒情况 将房屋出售个饼 没有通知 偷偷卖个饼 说贾可以主张 以饼至金的 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对吗 如果主张无效的 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 B不能选 但选C 他如果贾放弃 优先购买权 当饼购到该住房 成为新的所有权之后 即使租期未满 也有权要求贾立即 搬出该住房 这个说法是错的 因为是买卖不破租赁 原租赁合同 在有效期限内 对受让人继续有效 C的话不能选 再按选D 他如果以的哥哥钉 他哥哥钉的话呢 说想要购买该住房 则甲不能主张 有限购买权 他亲哥是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的话 这属于什么呢 这个属于近亲属 人家近亲属想买 你是成都人 是外人 就不能主张 优先购买权 对吗 他哥哥是近亲属 所以不能主张 所以这个D的说法正确 所以这个体内选 A跟D就可以 好下来看一下 第四条 是房屋租赁中 这个统住人的权利 统住人的问题 稍要注意一下 说A的话呢 将房屋 他出租为B B的话是成都人 成都人死亡 生前跟他共同生活居住的 他妻子C 他说可以按照原租赁合同 租赁该房屋 这是第一种情况 然后第二种情况 他说如果B的话死亡 当时房子的话呢 A的话是出租给B 但是B的话呢 他是跟C跟D 他们三个人 那么合伙成立 以这个合伙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 说其他合伙人请求 按照原租赁合同 租赁该房屋的 人民法院是应当支持 所以这个规定 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 讲到这儿呢 关于这个房屋租赁合同 这个司法解释 我们就讲完了 好关于这讲 就先到这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